如果你沒有自己的交易系統 損失將會非常慘重 沒錯 如果你缺乏清晰的教育系統 無論賺過多少 結果只會一場歡喜一場空 如果想在投資路上有所進步 就必須了解自己要走什麼路 Hi 我是以AI智能指標以及價格行為 為你分析各個交易市場的小峰 這幾集我會為大家拆解交易系統之謎 幫助你建立自己的定位 經常說要進入成功的長期穩定獲利 就必須要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統 那其實什麼是交易系統呢 又應該怎樣按市場狀況 或者自己的狀況去建立呢 原來交易系統的概念 已經發展了將近一個世紀 經歷過不同的市場狀況 各個交易系統都曾經輕衰沒落 所有的系統都會在某些市場情況之下失手 如果沒有做好風險管理 神級交易員都會迷失自己 只有充分了解各個系統的理念 怎樣運作 何時運用 我們才可以明智地選擇 和果斷地執行適合你的交易系統 交易系統可以分為以下的這幾大類 第一 趨勢跟隨交易系統 趨勢跟隨系統 是指股票或者期貨市場 正在形成一個較強的上升或者下降趨勢 一般情況下 強趨勢是指價格沿著大於35度角的上升 或者下降通道運行 擺動系統即是波段交易 或者其他更快節奏的日內交易 只要是順勢而為 都會屬於趨勢跟隨系統 最早的趨勢跟隨交易策略 承認於20世紀的早期 著名的投機之王Jesse Livermore 可以說是趨勢交易的秘組 在還未有電腦的年代 他就已經用紙筒筆 去記錄標的一段時間以來的價格變化 標注出高點和低點 憑著這些記錄 他制定了投機K線走勢圖 也是鐘擺的定理 以判斷標的是不是已經轉勢 找出做多或做空的最佳點位 這套方法令到Jesse Livermore 在1929年的大崩盤發生時 賣空股市賺了1億美元 雖然他知道分析趨勢 但又因為無法進行紀律 令到他曾經多次大起大落 每次在市場上收穫數以億計的財富 最後又屢次破產 後期感情生活一團租 嚴重影響他的投資紀律 最終亦走上末路 有沒有覺得 Livermore 的這張投機K線走勢圖 同一個世紀之後的今日 熟悉程度依然? 你會發現最近Crypto大跌 趨勢的轉變近乎一致 所以Livermore 的語言又再次應驗 華爾街從來都不會改變 因為人的本性是不會改變 市場有規律可循 規律是源於人性 歷史一直再重複 唯一難以保控的就是 何時和如何發生 當今的趨勢跟隨系統 已經更趨完善和成熟 有了智能化的參與 更可以配合AI智能指標去做覺察 如果你對以上的鐘擺定理都有興趣 描述欄就一條一小時的免費教學 限時開放 還未看的就要快點去重溫一下 當然,正如我們之前所提及 沒有任何策略可以戰勝所有市場 趨勢跟隨系統 會在某些市場情況下失效 因為作為趨勢交易者 你是需要在趨勢強的市場 或者帶有一定速度的投機市場進行 然而,從歷史數據來看 市場只會有30-35%的時間 可以展開趨勢行程 反之,震盪行程 或者無趨勢的狀態 是佔大部分時間 而有趨勢的時候 更可能是下行趨勢 不習慣向下操作 或者市場所限不能做空 趨勢交易者 便可以說無從入手 此外,趨勢交易系統的理念 就是以不斷虧小錢 去捕捉一些贏大錢的機會 所以作為趨勢交易的投資者 你必須要具有承受這些風險的能力 並且有足夠多的資金 去抵消這些損耗 然而少一筆神有異樣 又沒有果斷離場 結果就很可能好像Livermore那樣 根據統計 傳統的趨勢跟隨系統 是大約40-50%的時間都是有效 所以一定要有優質的盈規比 去控制交易 以小博大 第二,反趨勢交易系統 反趨勢 顧名思義就是 與主流趨勢做一些相反的交易 本質上 就是在Buildic進入了超賣 或者超賣的狀況下 去持有相反的頭寸 人話來說 就包括是炒飯蛋 和搏撈底 不要以為這個系統 是小韭菜的思維 其實發展也超過了一個世紀 學名就是左側交易 或者鞋坡交易 是在極短的時間周期 也就是中場級別的時間周期 中場級別 對於公司的基本面 需要有一定的研究 巴菲特的老師Benjamin Graham 可以說是價值投資的秘組 亦是反趨勢交易之父 主張根據公司的內在價值去投資 而不是根據價格的波動性 不過 價值投資支付 都有計錯數的時候 1929年10月29日 道瓊斯指數暴跌12% 是歷史上最著名的黑色星期二 去到1930年3月 指數反彈的幅度高達43% 由於很多投資者認為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 股市直進要迎接大反轉 Graham 亦是這樣認為 於是他開始盡場抄底 他抄的都是在價值評估上 看似非常底的好股票 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率 他還利用保證金去進行槓桿操作 但是股市反彈 持續到4月份後 又開始暴跌 道瓊斯指數在1930年跌了33% 而GRAND是不管你的基金 就虧損高達78% 其實導致他今次失敗的 並不是抄底的動作 而是他動用了全部的家當去抄底 並且為了翻身 又再加大槓桿再去抄底 另外 反趨勢交易者 如果在一些短週期操作 炒反彈 更加要在趨勢轉換前 就要作出預判 開始不停跌不停接 因此也伴隨更大的交易風險 本金不夠多 去做分駐 分分鐘連贏都一局輸 但如果對格的行為有所認知 我們就可以制定更安全的 炒反彈策略 如果你都想了解這個策略的話 可以讚好這條影片 以及在評論區留言 多人有興趣的話 小豐就在下一集介紹 統計表明 反趨勢交易系統 在20%的情況下是抽效 一旦成功 可以說是買在最低點 潑在最高點 YES! 不過爽歪歪的背後 需要有極大能耐的忍受 今天分享了兩個交易系統 你又喜歡哪個多一些?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小豐會在之後 陸續拆解其他交易系統的盲點 如果你覺得這個頻道 可以幫助你對交易有進一步的發揮 就記得訂閱和打開小鈴鐺 之後的影片可以第一時間收看 我們下次見